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周莹啊 千万不能答应她啊 我当场就已经回绝了 但只怕对方 不会就此罢休 你说 她如果来应当 我就上北京去告她欲撞 老四 别冲动 周莹啊 你打算怎么办呢 看现在这情形 一鼓不让 只怕是过不去 我同意 花钱买平安 说实话 我们也有失误 这一次机器制补局挣钱 我们却没有上下打点 这一次张长青突然发难 我想啊 目的也在这儿 二哥 那到底得多少钱呢 先问问赵大人吧 对啊 问他 当初我们为了凑这些古银 我们几乎都倾家荡产了 那心里一清二楚的 还有啊 二哥 这一个女婿半个二 这好嘞 也算咱们半个不见人对不对 这胳膊这儿不能吵外快呀 赵奶奶 赵大人有重要公务 今天不见客 那麻烦你先帮我通报一声 赵大人说了 无论是谁 一律不通报 那赵大人 今天是什么重要公务啊 我不能告诉你 陕西巡抚赵白石 三年前招募陕西机器织布局商骨 迎私舞弊 将所有股份 悉数出售给京阳吴州市 并从中余力 着令刑部侍郎纳同彻查 据实回奏 钦此 赵大人 还有什么话说没有 我只有四个字 无稽之谈 老爷 张歇人来了 在书房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老师 陕西盗监察御史 上了一封密折 皇上和太后看了以后很震怒 把这事交给了贝勒爷 贝勒爷于是派纳同来查 让他们查吧 当时目睹的所有过程都是公开的 京阳 任人对我目睹 一问便知 只怕纳同还没出京呢 回奏的折子已经写好了 不会吧 不会吧 伤密折的查哈尔 是贝勒爷的表亲 查案的纳同的爹 从前是贝勒爷的首相 你想一想 会是什么结果 深圳不怕硬邪 除非他们想颠倒黑白 黑白根本无用 现在是对方 向处心激励地掀翻你 大不了就不做这个官备 糊涂 在其位才能谋其正 居庙堂之高 和居乡野之远 这有天然差别 你若还心存报国之志 就应该知道 这其中的厉害 老师教训的是 事情虽然急 但是还没有到 无可挽回的地步 贝勒爷全是熏天 我们还是可以抗衡的 有一件事情 你必须马上着手去办 何时 把陕西及其支部局的股份 全部收回 并且要快乐 这算是条件吗 老师 我已经为你不遗余力了 你总该报效一番吧 如果我要是做不到呢 你必须做到 只有你把极其支部局的股份收回来 我才有把握 把这场风波消遇无形 你要是做不到 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 你只有收回股份 那就是立了大功一件 老师我甚至可以保你 上到闪干总督 老师我是爱财的 但是我 爱的是可用之财 你要是桀骜不驯 不为他用 那老师我 也只能是做事不管了 老师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说我们非常有缘 因为你的名字 跟我的名字加在一起 一清一白 恰死做人 就当敬拜入室 风骨长青 是 我是说过 那您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 又算什么 我是在帮你分清形势 时局复杂 人心叵测 只有背靠大树 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大树 在我入室之际 我就立下誓言 绝不解答 绝不应死 白师啊 经过这么多年的官场魔力 你竟然 还如此天真呢 你真的以为这个世上 就是黑白分明吗 我告诉你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都是浑浊一团 就算这个世上 全是浑浊一团 正在我心里 至少是黑白分明 水至清 则无余 先生 多说无疑 我已经决定 你一意孤行 到最后 你将一无所有 送客 我倒是真的没想到 贝勒爷这次会叫你来 这是我主动跟贝勒爷请的差事 京城啊 我呆腻了 出来看看风景 顺路 看看老友 这也多好 咱们兄弟俩 有几年没见了 三年了吧 每次我都是看扎昆回去复命 就是一直没见着你啊 对了 我临走之前啊 贝勒爷告诉我 那复命的折子 已经写好了 但是如果你还有更多证据的话 那样就更好了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金阳十多位富商 联名状告赵白时假公济私 扶持吴家 打压他人 挑头的这叫沈四海 没错 沈四海是金阳十分有名的富商 而他平时啊 性情宽厚 可是这一次 连他都看不过去了 可见赵白时 真的是惹了重了吗 行 那这个 我先收下 回头 一块儿帮您递上去 够不够 如果不够 我再想其他办法 够 太够了 光绪十九年 四月初八 奉赵白时 在陕西 兴办陕西机器织布局 擅权独职 至民怨沸腾 现将其办理不善之处 将旨宣世资 据吏不遵旨 将赵白时 亦已隔职 实属究所应得 赵白时 浊赵 不亦隔职 钦此 谢主龙恩 请不吝点赞 转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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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哥 尽管 请不吝点赞 转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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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少女人 少女人 机器织布局会办 胡州市何在 是我 还不出来迎接西阵陕西军服 陕西军服 董廷旭 董大人到 落叫 大人到了 你就是机器织布局的会办 胡州市 是 见过董大人 打今儿起 我就是机器织布局的总办 你作为下属 需试试向我禀报 待我同意之后 放个定夺 是 这洋人的机器都在里边 董大人 里边请 您一看就知道了 五州市 还是 还不赶紧进来为大人解说一下机器 我真没想到 这次扳倒赵白师 竟然这么容易 按理来说 他是有后台的人 他后台怎么也该 保他一保啊 可没想到 他后台竟然顺水推舟 沈老板 这可是京城的吃法 跟京阳大不相同 是是是 怎么样 好 好啊 我告诉你 贝勒爷最好这口了 是吗 好吃 杜老板 贝勒爷如日中天 那些人也应该是食物吧 还真不是 那些人虽然这次 对赵白师见死不久 但是他们对机器支部局 可是死死地握在手里啊 他不仅让他人 接了陕西巡抚的位置 还把机器支部局 总办的位置 也一并接了 听说那机器支部局 去年的纯历是八十万两银子 八十万两银子 那下一步 我们不仅要把那寡妇给打倒 还要找机会 把那机器支部局给抢过来 这些东西看着慢慢搬 如果实在装不下的 就可以不要了 是 赵大人 夫人 我可以为你作证 做什么证 当初募股之时 我绝对没有贿赂你 而且是整个陕西 都无人认领这股份 最后才落到吴家的 他们要的不是真相 如果是因为机器支部局 利润可观 招人妒忌 我可以将我手中 这八成股份拿一些出来 用来打点上下官员 他们要的 也不是这点银子 是整个机器支部局 就因为我不同意回购 才连累了你吗 我此次被搁置 是招人暗算 谁啊 贝勒爷 是因为我吗 你太搞估你自己了 贝勒爷可能都不知道 你是谁 他们认定 我是李大人的人 所以要清楚一击 这老爷和少奶奶 都聊了那么长时间了 他们都聊什么呢 这是你该管的闲事吗 张长青对机器支部局 是志在必顿 我有一种预感 他们下一个针对的 就是你 当初签了协约 盖了大印 他们拿不走机器支部局的 才说 我也不是徐润 我既为来用资金 也为任人为亲 所有账目都是清白的 也没什么股权交易 他们拿不走机器支部局的 我又何尝有把柄 大不了 这机器支部局我不要了 不 该坚持的 还是要坚持 即便是要放弃 也不能让他们惊异多重 你现在在干吗 水也不骚 彩也不砍 桌子也不擦 院子也不打扫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杂役 不是学生 还能去干吗 还不去打扫院子啊 好 放着好好的沈家二少爷不当 来这里当下人 还被任赫来骂去 你说 你到底图什么呀 我图个心安 连爹都不叫一声 爹 我们爷俩好好聊一聊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这样作奸自己 就是为了跟我赌气 赵白氏已经被革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前几天 因为什么 以权谋私 把机器织布局的商骨 全都给了吴家 这种理由也有人信啊 静阳商家联名上书 不由得不信 商家是谁 不会就是你吧 又是杜明里支持你 那么做的是不是 栽赃陷害 弄虚作假 颠倒黑白 爹 还有什么坏事 是你做不出来的 爹 我错了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劝你 跟杜明里分家了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你跟杜明里 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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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选择杜明丽 我之所以不择手段 只不过是为了 能活下来而已 你不用那么卑鄙 一样可以活下去 我停不下来了 爹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幸儿 爹在怀 也是你爹 回家吧 我不回去 爹老了 很多事情 管不过来了 如果我今天跟你回去了 我这辈子都办不到杜明丽 你知道杜明丽背后的靠山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呢 只要找准时机 哪怕他是王国 哪怕他是贵族 我一样办得到 你要干什么 变法图存 改变中国 爹 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能做得到 双奶奶 双奶奶 你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那我让千红来陪陪你 不用 我在外面 透口气就进去 双奶奶 这棵树不太安全 明天我让人把它砍了 别砍 千万别砍 我就说爹怎么能找到这儿来 一定是你出卖我 尚业 夫人想你想的都生病了 我实在是不忍心 所以才告诉夫人的 你不会怪我吧 我若真的怪你 就不会留你在这里补衣服了 你说说你 干吗非要跟老爷这样呢 你要是退一步的话 全家人都高高兴兴的 那岂不是更好 你们都以为我在跟老爷赌气 其实不是 对了 有一次我听老爷说 前段时间 吴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现在什么赵大人垮台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收拾吴家了 那你要不要去提醒他一下 让他避避风头啊 我跟他之间 已经是山高水长了 他撑也好 白也好 与我何干 馨儿 娘 娘 娘 你怎么来了 你能下床了 谢少爷 夫人刚能下地 就来看你来了 馨儿 跟我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 你哪里吃得了这种苦啊 没事的 娘 我都习惯了 可是 娘 我真的习惯了 我跟你爹都说好了 他不会再逼你做什么了 你想干吗就干吗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 轻轻静静地多读几本书 你 娘 如果你再逼我的话 我就再换地方 我保证你下次找不到我 馨儿 我不逼你 只是这里 夫人 您放心吧 我跟少爷都商量好了 我隔段时间就来照顾他 您就不用担心了 您就不用担心了 玲瓏啊 二少爷 我就托付给你了 是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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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也要晾晒吗 当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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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请您保佑我家老爷 顺顺利利地度过这一难关吧 大自大卑的观世音菩萨 请您保佑我家老爷 顺顺利利地度过这一难关吧 夫人 抽个签吧 财运得失 官运简通 学业生智 仔细顺利 不准不要钱 抽一个签 请 其间日暮闻合物 杜鹃提血缘哀鸣 春江花招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毒轻 此乃忠浅 夫人关注之人 财情绝伦 但官运并不横通 除非贵人相助 无一 无一 张夫人 你也来烧香拜佛呀 是求子吗 那一定是为了白石 白石还好吧 自从白石出世以来 长青就没睡过好觉 这不 我今天也是出来 给他找药的 多怪我们 连累了张先生和夫人 也不得安宁 这事怎么能怪你和白石呢 你们俩也是被别人连累的呀 要怪 就怪那个 常青啊 经常跟我说 这么多学生中 最有出息 最有本事的 一定是白石 没想到 他竟然这样毁了前程 白石 当初要是多听张先生一句 那就好了 你也别太难过 那天 我听常青说 此事不是没有转机的 还有转机 有 常青说 只要白石愿意和内恶 乌州氏撇清关系 他就有把握 去说服李大人 欺负白石 只是 白石的性格十分执拗 恐怕 他不会采奈 我可以劝他 如果他不听你的劝呢 你有把握 他能回心转意吗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那个 吴州氏 不要再继续 当的金融支部局的会办 白石 就能脱身了 可是 怎么才能让我那嫂子 不当会办呢 我跟你说 这件事啊 张长青 记忆的是你的全博股份 你只给他两成 他恐怕不会满意 要不你再帮我安排一下 我跟他再谈谈 行 我想跟他谈谈你 我 只要他愿意帮你 我不介意 再多付两成股份 这个你不用操心 我是实在 不想再与他共事 张夫人 张夫人 谢谢您 但是 我还是不能这么做 你要是回心转意了 就到我家来找我 对了 今儿怎么没见到姨妹妹啊 她早上就出去烧香去了 我前段时间见了她 觉得她好像有心事 是吗 我这个妹妹啊 天真善良 我嫁入东元之后 除了吴平 就与她感情最好 最合得来 她能嫁给你 我是既为她高兴 也为她担心 这静阳虽然也不远 但对她来讲 却是第一次离家 难免会觉得孤单 你以前忙 现在有空了 还望你对她多多体贴 我心里有数 世上最美好 我国已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要多多珍惜啊 夫人回来了 表爷呢 里边会客呢 最近机器制补局的生意 是越来越火了 甚至有洋人客商 他们都想到我们这里来拿货 我们每天安排职工两班倒 都赶不上进度 我估计下个月啊 开始得增加人手 本来我还打算跟你商量一下 能不能再多增加几台机器 那天啊 我本来也想跟她 小姐 你还要去哪儿啊 你不用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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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依依 张夫人 给 这可是让白氏回心转意的唯一办法啊 不行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如果我这么做了 我成了什么人啊 男人 就是要建功立业 可白氏 却有一身才干 施展不出 只有你 才能让他走出这困境 可 如果我这么做了 他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的 无非就是一点惩戒 这对他以后 只有好 没有会 乌依 白氏能否度过此劫 起死回生 全看你了 你要当机立断 好 大婶婶 前两天你娘过来 还跟我说起你呢 是吗 她是有点着急 她说 你和赵大人成婚 那么长时间了 还没动静 怎么说起这事 这可是大事 真是瞎走心 当娘的都这样 你跟赵大人还好吧 挺好的 盛龙泉 来了一个新的座堂大夫 要不 请她看看 大婶 我好久没看见嫂子了 我去看看她 她一早就出去了 没事 她如果不在 我就等她了 唯一今天的神色 好像有点不对啊 肯定是因为肚子的事闹的 好 尹小姐 双奶奶不在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一般很晚才回来 那我在书房等等她吧 好 好 好 尹小姐 请喝茶 你先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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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的应收账款 这是还未支付的欠款 这是支付局的总资产 这是每天的产值 我争取在月底前把股份的事情解决 你能不能在月底前给我结算一次 能 你打算分割多少 我想最少也要三分之一吧 也就是说 官家出十万两银子 买了价值百万两的股份 是 都别弄 把这新闻啊 都找到那边去 董大人到 来着呢 给我把不中事抓起来 是 董大人 你们搞错了吧 没错啊 走 干什么 你们怎么打人呀 给我搜 你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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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